买菜的民众在七堵南新市场排队领取议员红包 市长谢国良邀请副议长杨秀玉跟市议员张耿辉、蔡旺连等人 一起发送新春议员红包,让市场充满浓厚的年味 吸引许多民众热烈排队领取 而针对行政院已经核定南港到八堵的基隆捷运综合规划 预计122年完工通车 七堵在地的议员们都很关心 期盼捷运能够引进就业机会 真正带动七堵一带的区域发展 那秀玉今天也跟着我们的团队 一起来跟我们的乡亲 提前先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都知道说基隆市的七堵 其实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复杜心 七堵包括我们的七堵火车站 七堵火车对面那个阳明海运那边 有很多的国有土地 那市长他也有他的一些规划 我相信捷运来了之后 整个路廊他是交通是便利的 包括这个台北市他可能会来这边上班啊 跟你到南港内湖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也希望说我们未来 就是外线市可以到基隆来买房 未来七堵 真的是会不会输我们这个所谓的戏值也好 或是南港 对 在春节来军之前首先先向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荣年行大运 好运东东来 好运一整年 那我也期待说我们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密切的合作 那也希望我们赖总统上任以后 要特别的重视我们基隆市 因为毕竟基隆市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通建设 唯有现在给我们一个捷运 那捷运的话 未来的话会牵扯到整个 跟产业应该要好好的结合 包含我们以后的北五堵 研发新市镇 这个要做一系列的规划 让我们觉得说来这边上班也方便 到台北生活圈也方便 对于七堵民意深切的期待 市长谢国朗也表示 在捷运建设的力多下 将全面带动七堵六堵和五堵一带的就业机会 与产业升级 七堵站这边我是希望能够打造 航运聚落的一个总部 因为现在这个杨明现在在这里 那我也曾经跟万海跟一航去考察深圳 那这些航运公司未来 也是我大力要往基隆回召的一个策略跟方向 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把航运企业招到七堵 把六堵工业区转型 变成南港内科 然后把五堵这边变成基隆科技园区 召像U-Town这样子的办公室来进驻 我今天有跟王国财部长通电话 感谢他协助把基隆捷运的综合规划来完成 然后我们未来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包括七堵站八堵站跟六堵站的几个衔接口 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融入整个城市的未来的设计 因为你知道一个站如果没有跟周围的建筑 没有跟周围的社区做深度的连结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日本 大家去日本观光旅游的时候 很多站体都跟它的整个环境 社区建物深度的连结 这样才能够带给大家生活的便利性 这也是我们基隆未来要迈进的方向 那我们会去努力做来把它做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